今天我們進入最後一個講者 今天最後講者是同事 真的是國衛院自己人 國衛院群建所的陳鋒琦副所長 陳老師他是清大畢業之後 就一直在國衛院長期的經營 那他也蠻特別的 他在經歷了一段時間之後 在前幾年就我所知又到了 交大軍練的一個法學的碩士 那他的部分我想就讓他自己來送平他自己 好 我們謝謝陳老師 好 謝謝那個劉處長的介紹 那今天非常榮幸 那來這邊跟各位報告 我們再來上一些淺薄的認知吧 那一方面我其實也覺得很惶恐 因為其實我自己並沒有做孩子的研究 所以來這邊是關公面前耍大刀 所以是當作一個學習的心情 把自己當作一個學生來跟各位老師報告 我在癌症上面的一些小小的理解 那剛剛處長講到我的經歷 其實我曾經做過兩次的轉行 就是剛剛那個陳老師說 我一開始是做文了 我的那個博士論文是自己定去做Sequence 我做的那個Sequence可能是那個 世界第一個大規模的領長類的定訊 就是我去盯那個黑猩猩 然後紅毛猩猩 然後還有這一個大猩猩的Geno 然後把它做一個comparative analysis 然後就publish 那是第一個人類跟三種巨型人類的比較 那邊被曬了六百多次 目前為止 就是在那個黑猩猩Geno出來之前 我就估計人類跟那個黑猩猩的遺傳距 大概只有1.2% 那時候我的定序長度只有二十幾MB而已 就非常非常小 那等黑猩猩的Geno 3G出來之後 它的大盤也是1.2% 所以表示那個估計很近 那後來我就開始做生物資訊 所以這是第一次跨行 然後第二次跨行 就是剛剛俊良助長講的 我去讀了一個法律碩士 所以現在呢 又學會一點那個法律跟那個智慧財產 那我在AI的應用 其實主要是應用在智慧財產 那當然因為我們國務院政務關係 也有做一點點小小的醫學研究 那這個講的有點多 那偏離主題 那不過回來剛剛陳老師的問題 我也有小小的心得 你必須要足夠的過動 像我就覺得我是個過動的 我會到處喜歡看新的東西 就會想要去學新的 好 那 不好意思 這個題目有點太general 那事實上 因為我自己沒有做這個研究 所以我想 我就當作是一個review 然後跟大家報告 那因為我是最後一個 那剛好也跟大家summarize 一下前任講者所講的東西 好 那所以我講的東西是會比較 聚觀的事情 那不會進到太為觀的那個技術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review一下機器學習 然後這個 這個AI呢 剛剛出展也講到 出展講的是Inference 跟那個Generative 那事實上就是 我這裡講的預測式跟生成式 那我們會有一些例子 就是AI在癌症上是怎麼應用 那它可能會有一些限制 好 那這張圖 大家今天應該看第三遍的吧 對不對 那所以 不過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事實上呢 我們講的這個AI 廣義的AI 包括這個機器學習在裡面 那 所以這個AI可能不只是類神經網路 它也包括 我們傳統的一些機器學習的 Alverson 譬如說 支持像樣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或者是random files 隨機生理 或者是logistic regression 這類的機器學習 好 那機器學習基本上它 大家如果看這個 對不起這有點小 就是說 事實上呢 它從這個data的前處理開始 你收集完data之後呢 然後你要把它做一點清理 然後把那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把它變得標準一點 或者把那個不標準的東西去掉 然後接下來呢 有一個動作叫Future Extraction 或者Future Engineering的動作 就是你把它的技術特徵抽取出來 就像剛剛的前面幾個講者都講過 然後這些東西清乾淨 Future抽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Model裡面去做這個prediction 然後最後呢 就會有一個output 那這個是我很敬佩的一位台大的老師 就是李鴻一老師 他是我們台灣這個Machine Learning很有名的人物 我自己學Machine Learning的時候 看了很多他的影片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看 他很大方把他的教學影片都放到YouTube上面 可以很有系統的去學習機器學習 他們說機器學習就是要找一個function 一個函數 我們剛剛前面的那一章 講了很多那個 對不起 function呢 就是在這一邊 對不對 那前面這邊其實都是data 你把data處理欄放到這個function裡面去 然後他就給你output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你就是在找一個function LLM也是一個function 那前面那個葉醫師講的 他那個可以判斷那個 醫療影像的東西也是一個function 對不對 那個runting 那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整個機器學習就是在找這個function 然後 把前面資料清理淨進 放進去 得到我們要的output 那機器學習裡面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學習方式 剛剛那個處長講的那個transformer 他基本上就是一種所謂的unsupervised的人物 因為你不需要給他答案 你只要把很多的文字餵給他 他就學會那個文法 那像那個葉醫師所講的 你要醫師大量的標註之後 然後給他答案告訴他說 我這個腫的位置在哪裡 他的邊界在什麼地方 那這種東西叫做supervised的人物 這裡沒有寫 這邊 這邊算是supervised的人物 在這裡 對 supervised的人物在這裡 就是你給他答案 然後機器呢就學會你的 告訴他們這個答案 那你給他資料越多他就學得越好 尤其是你的便利性很大的時候 那類神經網路大家可能也很熟悉 我可能就稍微講一下就好 事實上他就是模仿人類的那個神經網路 我們神經不是有這個dendrite 然後這邊有那個exon 然後dendrite收到很多訊息之後呢 在這個soma這邊做一個那個匯整 然後產生xin potential的話就往後傳 對不對 那類神經網路的基本原理也是一樣 就是我這個外面呢 有很多的這個訊息進來對不對 每一個訊息都叫x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feature對不對 feature 然後feature進來之後 每一個feature如果很多的話呢 我是不是都給他一樣的權重呢 不一定 所以我就給他一個weight對不對 這個權重可能0.1 那個權重可能0.2 那個可能只有0.05 然後我把它加總之後 在這邊 然後這個就是soma對不對 soma的地方加總 然後經過一個所謂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你加總之後那個值呢 我要判斷它能不能產生xin potential 所以就有誰判斷 有activation function判斷 然後呢如果xin potential就往後傳 所以事實上 這個類神經網路的基本原理 就是模仿我們神經的那個運作原則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那他當然有一個那個原理 就是他可以那個得到答案之後呢 如果他的那個預測跟答案有一個差距 那這個差距呢 我們會用一個那個 韓式去計算叫做loss function 然後呢他就可以挽回 去調整他的這個參數嘛 我幫他講的太慢了 我講快一點不好意思 好那 預測式的呢 我們舉一個例子 就是像這個呢 是一個預測Mandaillian bisorder的一個那個 model 就是說我們看一樣他是在找一個 function 那前面這些部分呢 其實就是資料的那個收集跟整理的 我把它 curation之後呢 放到資料庫裡面 然後呢 我建一個那個model來預測 哪一個基因 到底跟這個 某一種疑传疾病是有關係的嘛 那這個是他的流程 那基本上呢就是資料清理 然後訓練 然後得到後面的那個答案 那當然一般訓練他都會分testing 跟這個training的dataset 就是你把一個data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人來做訓練 另外一部分人來做驗證 對不對 那可能還會有些independent dataset 就跟你的訓練資料無關dataset來做驗證 這是機器學習的一些基本過程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 EG他的這個得到的結果 他當然就是會得到說 這個model就是比人家好 不然就不能夠publish 對不對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很有趣的翻例 剛剛那個是 inference 就是比較像是預測式或分類式的 這個是生產式的 那這個是今年的一個paper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就是他可以用這個language model 幫你去設計CRISPR的那個實驗 那他是怎麼做的呢 就是首先呢 他有很多很多的這個不同的模組 你跟他說 我今天要做一個CRISPR實驗 然後他就會開始問你說 你是什麼物種啊 然後你要那個做的事情是knockout 還是說做pormutation 還是說你要做其他的task啊 然後你要knockout的 或者你要影響機是哪一個啊 然後他就會開始幫你做 比如說 你要選擇哪一種case的system 你怎麼樣設計你的guide的RNA 然後再來 你要用什麼樣的delivery system 然後再來 你這個東西會不會有可能的拖把效應 off-target的那個modification 對不對 那這樣就一步一步這樣子做 那這背後呢 其實是那個大語的模型在運作 我們看一下他怎麼做 首先你這個user呢 他會提出一個request 這個叫meta-request 因為他是一個複雜request 就是我說 我今天要拿靠一個機 對不對 然後他就開始LM 就會幫你做plan 對不對 他的plan就是像我剛剛講 你要選擇一個system啊 然後怎麼設計 怎麼deliver等等等等 好plan完之後呢 他的task 他會分階段 第一個階段做完才會做第二個階段 那如果你把這個東西放大到中間這邊來看的話 就是說 好 我今天有一個previous的state 譬如說 我已經把case的system選擇好了 那下一個state呢 可能就是要來設計概念 對不對 所以他就說 那今天接下來我們就要做下一件事情 然後他就會問你 說 你今天要來告是什麼基因啊 是什麼物種啊 等等等等 那這時候呢 LM呢就會跟你產生對話 然後他會把你告訴他的information 把裡面的重量東西抽取出來 很像戴老師剛剛秀的對不對 你從那個非結構的話 自然裡面抽取出重要的資訊 然後把這個東西 再回來 喂到另外一個LM 這個LM是planet對不對 喂給planet 然後這個planet他很厲害 他不是自己去做所有的事情 譬如說設計概念 不是他自己設計 他會去call外面的API 就是可能有一些工具是別人已經做好的 他只是做一個整合者 他今天得到你的request之後呢 他就會自己去找外面的工具 你看像這邊他有些google啊 然後什麼其他database等等 就是他去call外面的那個功能 來幫你做 然後就把整個那個test的一步一步 這樣子執行完 那這是一個generativeAI的一個例子 我覺得是很有趣 那這是一個很detail的 就是一步路他怎麼跟你對話 然後得到訊息 那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多講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這個paper 大家去用那個LM跟那個CRISPR 就可以查到這個paper 好那當然他會說他做得很好對不對 好 好 等等 好 那我們圓規這樣一段講了很久 就那個AI在癌症到底有什麼樣的應用 那事實上 這個最近有很多那個 Top Genome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像這個是那個German Oncology上面的一個圖 他說AI事實上在這個cancer上面呢 有很多的應用 包括剛剛葉醫師所講 那種medical imaging的那個處理 還有就是剛剛我們促長講的 那個Pathology這個類型 還有當然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用它來design這個treatment 等一下會有一些例子 像剛剛那個CRISPR也是一個design的例子 對不對 好 再來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用來identify這個 這個 potential的這個clinical trial 那這個也許我們未來國院也有可能會做 像現在這個NGS的資料進來之後呢 是不是那個 這個病患呢 他有適當的treatment 那如果沒有適當treatment之後 是不是有目前某些clinical trial 他的這個病患他的這個資料呢 是適合某一種treatment的 就他會qualified for某一個clinical trial 那是不是我們有可能就可以把它轉介 到那個clinical trial去 即使他沒有目前已經被approved的一個 那個藥物 那當然他也可以拿來做這個遠端的 這個健康的監控 或者是做這個遠距醫療等等 好 那所以這邊呢有很多的應用 那事實上從癌症的整個那個 從前端到後端呢 這個AI都有他應用的那個空間 包括一開始這個screening 然後診斷跟治療 然後這個整個治療的實施 然後還有呢 後面的follow out跟照顧 那我們舉幾個例子來看 像這個是AI輔助的那個乳癌篩檢 那這個乳癌篩檢他是要做什麼呢 就是說過去的這個乳癌篩檢 通常都是由診癌來執行 那有時候怎麼會看漏 對不對 你看那個乳癌 X光影像 對不對 那有時候還是會漏掉一些的 那他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這些被漏掉的 把它找出來 因為這很重要 你漏看了 然後他就沒有被診斷到 然後就沒有後續的追蹤跟治療 好 所以他是怎麼做呢 就是一般的流程是藍色這個 那這個粉紅色是加入AI之後的變化 那一般是用兩個human reviewer 對不對 human reviewer看了這個資料之後 他就判斷說 這個是沒有乳癌風險 或者說他有乳癌風險 所以他就要進一步的追蹤治療 那他就把這兩個reviewer都說 那個沒有乳癌風險的 他把它拿來給大家看 就是那個potential的漏網值 對不對 那如果AI判斷說 這個可能會有 然後再丟給human reviewer去確認 對不對 這個概念很簡單 對不對 那所以其實這個AI就是一個那個 我們剛剛看的那個 那大家看 我覺得這個數字蠻訝異的 就是 如果是human reviewer的話呢 他的sensitivity是94% 很高的對不對 100個有什麼人可以找到94個 可是加了AI之後會變成98% 這個數字很重要 聽起來好像只有4% 可是我們想一下 如果有1萬個組合病的話 我可以多找到400個人 這個是了不起的一個成就 我覺得 所以這個是Screening的那個用法 那另外AI在外科手術也是有潛在應用的 他從這個 術前的那個規劃 到手術中間的那個應用 還有術後的照顧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這個是以那個胆結石為例 你術前要做什麼 首先我們去照他那個CT 對不起 我是醫學專業 我不曉得這個看用 對不對 然後你就可以 重建他的那個 檔環的那個內部結構 然後他的檔結石 大概是位在什麼地方 對不對 然後醫師在做那個手術之前 就有一個大概的 概觀的那個了解 然後甚至可以用AR 輔助來幫助他做手術 對不對 那像現在達文基機器人 其實裡面都已經有AR了 他們已經把過去那個導引石機器人 現在用了很多年的那個經驗 累積出來的那些資料 灌到那個軟體裡面去 那在這個術後的照顧呢 就是我可以幫忙監控這個患者的狀況 甚至回答他這個作息上面 都要注意什麼事情 諸如此類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 這個呢 我想這個是有一個很實際的用途 那我們國內有一位老師 他是俄羅斯人的馬克星 不是 他主題是俄羅斯人 我更正一下 他本來是俄羅斯人 可是他現在是台灣人 因為他在台灣住了15年 然後到十分之間 那 不過他看起來還是外國的大 OK 那他就有一個技術就是 他用那個CT影像去重建 鋼的那個結構 還有腫瘤的結構 所以說 你給他那個足夠多的CT影像的話 他就幫你建設一個3D結構 然後腫瘤在什麼地方 那其實就是跟我們剛剛講的 他可以幫助那個手術的那個planning 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研究 那當然就是說 這一點我覺得就是說 前面的講述點就是 比較沒有提到這些 就是AI其實要應用到 醫療上面有一些挑戰 第一個 剛剛處長有講 Data的問題 可是呢 我們更進一步講 其實有時候會有Data Bias的問題 什麼叫Data Bias 這個醫院用的CT 跟那個醫院用的CT系統 是不是不一樣 長根跟台大用的會不會不一樣 然後容總用的會不會不一樣 那如果說 我今天這個model 是基於台大的資料訓練的 到了容總會不會有一點不太準 對不對 這個可能會是某一種Data Bias 這是需要被克服的 再來Data Security的問題 這個剛剛處長也有談到 那當然還有這個ethic跟governance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的AI model要落地應用的時候 我們這個AI model本身的開發 也沒有遵循一定的標準 事實上FDA現在有一個 所謂的good machine learning practice 它有點像是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像GLP那種東西 可是它就把它弄成Machine learning的標準 它也有針對整個AI的開發 有一個guide line出來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在這方面 可能就是可以再做一點 那個釐清跟討論 因為我覺得在這邊 我們台灣討論好像 似乎是比較稍微少一點點 另外 在這個免疫療法上面 也是有很多的應用 那我覺得基本上呢 大家可以看出 它也是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就是把那個免疫療法的資料 放到AI裡面 它就可以去predict 就是說 你今天這個免疫療法 到底有用還是沒有用啊 我們免疫療法 現在看到那個company test 對不對 就是說你要先看一下你的基因 那除了基因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那個information 譬如說你過去的那個 Medic Oistry 是不是會影響到 免疫療法的效用 那我們如果把這些東西都收集起來 像這邊很多information 收集起來 然後我們建一個那個AI model 它能不能幫我準確的去預測 這個免疫療法 對譬如說肺療患者 是不是有用的 那如果說這個東西很精準 那因為免疫療法很貴 也許你可以避免一些無效的醫療 然後精準的找到這個 這個可以適用的族群 那像這個就是可以預測 免疫療法的副作用 所以這也是AI的那個應用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應用 那這個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那個題目 就是說病患呢 常常他受到那個醫生的治療之後 他有時候會有一些問題 對不對 我這個藥吃的不舒服怎麼辦 我手術之後我傷口疼痛 要怎麼辦 等等 那他們去測試說 用CHPGPT來回答病患的問題 那他的表現如何 vs那個真人醫生的回答 這個是可能在JAMA internal medicine 不是隨便的那個企刊 結果大家看這個很有趣 右邊這個比較淺色是CHPGPT的那個成績 然後左邊這個是真人醫生回答的成績 那越往右邊是越滿意 就是病患對於真人的回答比較滿意 還是對CHPGPT的回答比較滿意 他們覺得CHPGPT回答得比真人醫生好 對不起 那個是那個病人是不知道 病人不知道 病人不知道 就是這個是盲測 不然這個就不準 好 那所以 結果病人都覺得CHPGPT回答比較好 欸這 其實這個不是在PGPT生 我們不能管醫生 因為醫生實在是碳碼 對不對 他哪有那麼多時間去回答那個病人問題 所以通常他們回答病人問題會比較簡短 對不對 那CHPGPT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你要問他多少 他就回答你多少 對不對 那當然病人 我覺得這個是那個沒有辦法避免的現象 可是這也表示說 那個事實上這個東西呢 有那個一個很有趣的應用 就是能回答那個病人的問題 好 那說了這麼多呢 其實我們要強調一點 我想這是我們處長就來的一個用逆 就是國務院其實有一些AI的計算資源 那我們也有一些相關的量 那如果各位覺得說 你在AI上面呢 需要找一些合作的對象 或者需要計算的資源的話 事實上是可以跟我們聯絡的 我們現在有6台的那個A100 雖然它是比較舊 不過有6台也算是不少 那每一台有8片GP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48片 那這個運算的量也是不小的 那NVIDIA的一些相關的重要的軟體 我們也都放在上面 包括這個PowerX 就處理這個Genomics 或者處理那個Image的這個Mona 或者處理那個 語言模型的那個NEMO 這一類的東西 這些工具都有 那我們現在有一些 研究員呢 是有在利用AI做研究 譬如說我們有用聯邦式學習 那這個是我覺得 我的醫院比較care的 就是說我的資料 不想要放出去 我今天 我剛剛說到那個data bytes 對不對 這家醫院用的系統 跟那家的系統不一樣 那怎麼辦 我們可不可以把各家運動器 收集在一起 建立一個統一的模型 那這種聯邦式學習 就是為了解決這種問題 你的data放在你們家 沒關係 model在你們家訓練 訓練完之後 你把你的參數傳回來我中央就好 我中央把各處的這個model的參數 收集起來之後我再建立一個統一的模型 可是data還是在你們家 從來沒有傳到我們家 OK 所以這個叫聯邦式學習 那我們現在已經建立這種量能了 那這個也很有趣 就是說 剛剛那個language model 它也可以用在那個蛋白質的序列 或者Bn的序列 我們把蛋白質當作語言輸入 建立那個語言模型 你就可以去預測那個蛋白質的結構跟功能 那這個事實上 我們院也是有研究人在研究 那當然就是說 腰物的篩選跟設計 還有副作用的那個預測 那也是有這方面的研究 那當然 在我剛剛講的 馬克星老師 那個已經變成台灣肯科二頭師人 那他做的就是那個腫瘤影像 的那個分割 就是說 你可以得到一個立體的影像 可以方便你做手術的planning 好 就是要像這樣子 這個沒有很漂亮 他有上帝影像 我聽到也有講 可惜我沒有那個影像 那當然我們也有做這個超音波影像的分析 那我自己本人也有在做大語言模型 那目前主要是用在那個智慧採訪器上面 那我們也有在做那個RIG 就是說你背後有一個database 然後你可以要求這個大語言模型 依照database來回答問題 這樣他才不會不能說話 這在醫療上面可能是特別的重要 好 那醫療可能面對的一些議題呢 我簡單帶過 那第一個就是剛剛處長有講到 訓練資料其實很免許的 尤其是客家醫院有時候 比較沒有那麼免許的歷史還有資料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模型的那個bias 他除了不同醫院之間的bias 同一個醫院裡面也可能會有bias 譬如說 某些人呢 他就常常來看醫生 然後他的那個資料就特別多 那比較少來看病人 他的資料就特別少 那他特別少的時候 一個比較多一個比較少 你把他一起放在模型裡面訓練 那模型學會的當然是偏向比較多的那一群 那比較少的那個 他預測是不是就不準確 這是另外一種 那個對他bias的問題 好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問題 尤其是醫療責任的分配 剛剛處長講到 如果說未來那個pastology的東西 變成一個standard的話 那請問一下醫生是不是 被要求一定要用那個東西來做輔助診斷 如果他不做的話 他會不會被視為不符合bias的standard 如果他被視為不符合bias的standard 然後因此他不看那個 他說我自己看不下去 結果他看錯了 這醫療責任要怎麼算 他算不算不符合bias的 所以這個未來呢 有一些法律上面的疫情 是值得探討 那我的時間到了 那我想我就先講到這邊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陳老師 這個在剛剛問題之前 我先補充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剛剛提到這個長得像外國 呃,長相就是外國人的台灣人 我補充一下 其實因為疫情的 拜疫情 應該說疫情是 本來是個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有一件美好的事情 國務院有一位 是從土耳其來的防衛學者 因為這樣子的紀元 因為當時因為疫情 他就被迫停留 在台灣多停留一陣子 衍生了一段愛情故事 所以現在是兩個長的是外國人的 台灣人在國務院裡面 那他們結婚了之後 應該是也會就留在這邊 看起來他一台身份 因為美式已經拿到身份 是,所以他身份也都解決了 所以國務院就有兩個 完全長相是外國人的 台灣人在國務院 那第二個補充的是 剛剛陳老師提到說 有關我們現在 事實上是有六片A100的VD的剪片 那事實上國務院在幾年前 又看到這個點 那在當時梁院長的大力之下 我們跟VD跟阿蘇 確實也這樣共同努力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樣一個中心 但是我也在這裡提悟到 原來這個東西更新的多快 而且當時才花了 為數不小 這六片當時花了一億多的錢的時候 我們覺得這樣四年過了 好像符合現在的需求 看來要更新又是一大筆錢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東西 有一個比較好的效益 能夠提升 然後有機會跟大家合作 讓我們運算的這個中心 可以更有效能 這是我以上做 先做兩點補充 那不曉得我們可以再開放一兩個 是 謝謝你們的解說 很有趣啊 我只能好奇 剛剛講到說 有關醫生 還有跟那個 跟那個 CHAT的那個GBT兩個比較 好像CHATGBT比較好 那這樣子 那我是想問 給的時間是一樣嗎 問的時間是一樣嗎 兩個比較的時間是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可能公平 是怎麼樣 是 這是一個問題 謝謝你的提問 不過說實話 我沒有那個去看檔的detail 那我猜啦 如果我是那個 實驗設計者 我可能不會限制時間 那就是說 反正你要回答 你要用多少時間回答 你就用多少時間回答 所以醫生可能就沒有那麼多時間回答 對 對 我覺得很有可能 我覺得很有可能 這種可能性 可是這也是現實 對不對 就現實上 醫生就是沒有那麼多時間回答 對 另外第二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您提到說 各醫院傳資料到 傳公司到 中央部分去 Operize 可是Data文案 你留在他們的等生醫院 傳什麼東西過來 參數 剛才那個助長不是說 模型裡面最重要就是參數 那我們今天可以把模型放在醫院那邊 然後醫院就在他們家的伺服器上面 用這個模型訓練 訓練完之後 他的資料不需要出來 他只要把模型參數傳回來就好 了解 對 謝謝 好 那我想因為時間的因素 那我們今天就 再謝謝沈老師 謝謝 謝謝